特别重要的一个项目在你们产发局的手里 也就是预算书98页 办理市邻北投科技园区的产业进驻及招商的先期作业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们分300万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做未来整个科技园区 到底是哪些产业进驻的大方向的一个前期规划 这是第一件事180万对不对 第二件事情120万 你们是要做去研溢一些未来在招商的过程当中 可以订定哪些优惠措施 是打算做这两件事 但是我的疑虑就是 为什么我们在未来的产业别 我们要招商的这些重点产业都还没有确定之前 我每每在我们台北市政府的经济发展会议 或者是你们产发局发布的新闻资料 都一再的已经announce 说未来的市北科技园区已经定位在五大产业 譬如说生物科技 媒体 譬如说资讯 譬如说电子 譬如说通讯 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前期作业都还没有去做完整的规划 为什么这些产业别一再的被提出 我认为你们有先射箭再画把之一 我并不反对这些事 我也不反对这些产业进驻 但是我要求的是你们要详实去评估 而且针对交商要做一个完整的通盘的研绎 创造出一个产业发展的可能性 这才是重要的事 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好 我非常谢谢议员 那之所以锁定的五大产业 是因为我们跟工业局跟经济部 针对目前 是中央指定的项目吗 没有 我们跟他们一起讨论 针对台北的这些特色的产业 重点的产业 我们现在在研议的方向 那现在你要支用这三百万 会不会就是聚焦这五大产业之内 也不止嘛 对不对 会有更大范围 所以我说你们要特别注意 如果你们已经先射箭再画把 那去做整个 全盘研议已经没有意义了 所以你们要赶快迎头赶上 因为我们的园区已经在整地 未来107年 我们都可以作为产业进驻的 这些厂房 办公这个headquarter 你们一定要加紧把这些 前置的作业完整周延的去处理它 所以你刚刚讲的非常好 那个是一个延续的逐渐调试的过程 对那不同的时间 那我也同意 可以跟中央的计定项目做配合 毕竟台湾就是一个产业 整体的 好那提供这三项 我关切的工商发展的详细资料 好没问题 谢谢 好是谢议员 那我们进行第四项有没有意见 好通过 第八项有没有意见 通过第九项通过 接下来动物保护处第二项通过 有好我们请吴议员 赶快请动保处言处讲 我想这个是防疫检验业务 那我必须在预算给予你们之前 我要先确认一件事情 因为我看到预算书针对整个狂犬病的疫苗注射 是分了三四笔的预算 再编列 数字都不大 加起来不到五十万 但是 但是 再编列 的